位于喜马拉雅山南路的尼泊尔是地处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 它是属于地震的高发地区 该国1934年曾经发生8.1级地震 造成了印度尼泊尔大量人员伤亡 而近年来该国也频发强度较大的地震 在2013年的8月30号的深夜 首都加德满都以北大约80到85公里的山区 发生了里市6.0级地震 加德满都及附近的帕坦城、巴德港城等地 均有明显的震感 而2014年的9月17号和11月25号 该国先后发生了两次4.5级地震 而当年的12月18号晚上 该国东北部又发生了里市5.9级地震 震中是位于苏卢克湖墓布县 临近尼泊尔和中国的边境